哈喽大家好,我是嘴哥,今天我们来欣赏玩意欧叫做 YO的啊,这个就是他用的干涉鬼胶,脚机弄和干涉鬼胶,我们看看如何操作,对面是吸 什么吸,开始跑进入了跑酷状态,没拉到 这刚才是一技能啊,一技能没打到 好,二技能,直接把人家替身给low出来了,low出来之后 开了个气旋把对方控制住,可以干他了 然后再来一个二技能,一技能 这是一技能啊,看来,对吧,再慢慢的楼顶他 一二三四五,对方提升,又提升,跑了,跑了,然后开了一个一技能 又把他给控制住,但是后面没有接到啊,要接住的话对方就很尴尬 直接上大招,哇,一口把他咬死了,咬得稀巴烂啊 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这个方法好像,好像无精打采一样啊 打的也不是很,很正,很正经的他 不要回哥啊,雨之波又,雨之波又没有替身啦,没有痘痘啦 直接上一个二技能,然后一个一技能,把他拉起来,然后再平A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爆肯,爆肯又再来,马上有二技能了 二技能一技能也有了,再爆肯一下,再打,继续连招 二技能化完之后再平A,把对方直接被一套连招带走了 哦,一技能开启,把他落地,尽量不要让他落地,马上可以开大招了,开大招 咬死他,对吧,果然是王皮的孩子,需要好好管教 看来这个干涉鬼叫连招还是非常秀的,一套完整的带走 这就是标准的那个连招技巧啊,实战中的连招技巧 就他刚才那种平A啊,然后接技能啊,对吧 既然没有让对方进入了保护状态 又是一只教科书班的操作,好,又是开始这一套啊 你们刚才都是二技能起手,起手之后,把把刃跑过来 然后再来接个一技能,把人家打完之后继续连招 连完之后,然后再可以再继续连技能啊 这就是,这就是教科书班的连招啦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他的连招技巧 以后在别人没有痘痘的情况下就可以一套把人带走了 好,差不多又有大招啦,差不多一个大招就能解决了 好,这款怎么进入保护状态没有啊 落地的一瞬间被二技能给拉起来了 好,这一步的课程 我希望9辆1辈子 怎么进入保护状态 我们要先进入保护状态 乱雇者的保护状态 我们的保护状态 我们要先进入保护状态 我们要先进入保护状态